我们不管人家讲的孙露堂有没有被神化 或者他怎么样 我们不看这些东西 我们看你身上的东西 我们看孙露堂的是看照片 从照片上看 他有什么能力 影片只能看到孙建云的 好 我们就看孙建云的 你们注意 你们来看他的步是怎么动的 只注意他的步 这个优秀很多 你们看 问题是你有看到吗 有不然看完吗 你有看到吗 看到 你们看他的步是怎么开怎么回 你们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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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是怎么开那个步的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怎么收收那个腿 有 你看他在运用腿的时候 起动力 动力 动力 动力在哪 你们看他的这里 对对对对对 你们看这里 有没有看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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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看手 要看脚 看拳要看腿 不要不要看手 他在打鱼手 你看他落内部 他全部都是用 他连抬腿都是 都是用跨跟刀 对 你们有看到吗 对 这个不是你刚才问 要练什么 这也是小的时候建立起来的功底 跟习惯 在练拳的时候自然表现出来 对对对对 表示什么 表示他有受过严格的训练 而且是从小 对对 受过严格的训练 对对 起码在基本功的部分 对 他有建立起来这个 对 而教他的人 也知道这个 对对对 对 也帮他建建建建建建立这个 你看过多少遍 你有看到这个吗 没有吗 没有吗 就现在人 现在练太极了 我跟你讲 99%都没有 包括一些名家之后 都没有这个 所以不要说他有没有功夫 真或假 就看这个东西 起码他是受过传统的 基础的训练 对对对 你看 有没有看到 对对对对对 虽然是高架 每一个架 不管是高或低 他的出腿都是 都 都在这边 高架没有错 没有错 都在这边 是不是这样子 高架高架 他没有这样子 他没有这样子的 他没有这样的 没有这样的腿 没有脚出去的 回来的 没有 全都是 全都是 都是在这边 对对 退步进步都在这边 对对 表示这个已经形成他的习惯了 对 他在练拳的时候 练这么高的架 练这么 这么 这么顺的架 他这个东西 他他还在 懂得吗 表示已经建立的 非常扎 扎实 这种东西想 想都不要想 腿出去 自然 自然是这个 我们看功夫 看这个人 有没有经过正 正统的训练 是看这些地方 有没有功夫 不是看他自己训练的那个强度 有没有达到 达到什么样的强度 而他那个基本东西是对的 懂得吗 对 他对肢体的运用的 是符合传统武术的 那个肢体的运用 这就是对的 对 要不懂 他说不定 推手 推不过现在那些推手的人 当然更不能上擂台打 对 对 是不是 可是他身上具备的东西是对的 就这样 就这样 有分层之后的影片吗 没有 没有吗 没有 知道了 我不晓得 没看过 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 你看孙若唐的全罩 也是一样 也是有 也是有这个 啊 他很强 他不管是占的多高架 这个拉的 这个地方 你看他这个地方 你看他前腿 虚腿 永远不会有这个力量 永远不会有这个力量 倒 倒下去的力量 永远是这个力量 永远是这个力量 不管他占多 多小的架 多高的架 一定有这个力量 对 不会是这个 对 对 就是基本功 哦 所以基本功需要建立 所以要从你最基础的练习 要建立它 建立到你想都不要想 所以你们走掌是 走掌是基本功的训练哦 所以你是 你是这样走的 你的腿是这样拿的 你的腿是这样拿的 还是这样拿的 你是这样拿的 还是这样拿的 就是 就是 基本功 就是你对武术的观 观念 是对 还是 还是错 来了来了 哦 所以我们在 我们在做 评断的时候 不是看他的师父 师爷是 多厉害 打一百个 打二十个 都不管 他的故事怎么样 我们都不管 我们就看 你身上有 你身上有什么 身上没有 讲的再厉害 理论 讲的再好 都没用 所以你们要先会看 你们要会看 那 那你自己要有 你自己练出来了 你一看 你一看就知道了 你自己练拥 就是 所以要 要注意自己练拳 也是这些小 这算小地方 可是小地方 没有了 这个小螺丝没有了 整个就散掉 这个要去注意 你们有兴趣去看所有的 我说杨首宗的架子 杨首宗的架子 董英杰的架子 还有那个谁 我上次讲那个谁 你们看薛颠的全照 都有这个东西 我们练传统武术 我们要建立的就是 好